历朝通俗演绎 第一部 前汉片 作者 蔡东帆 播讲 夏秋年 第56回 王美人有缘中作后 历太子被废赴蒙冤 金屋藏娇 却说景帝的妃嫔不止立姬一人 当时后宫里面还有一对姐妹花 自幼生长在怀里 后来被选入郊房 瞎住 怀里在金陕西省兴平县 郊房指郊房殿 在威央宫 是汉代皇后居住的宫殿 后来就泛指后妃的居室 这对姐妹花出落得平平平平 成就了恩恩爱爱 龟娃王室 母亲名叫张儿 本来是已故燕王 赃徒的孙女儿 嫁给同乡王仲为妻 生下一男二女 男孩名叫王信 大女儿名叫王智 也叫王叔儿 小女儿名叫王儿许 不久王仲去世 赃儿带的子女转嫁到长陵田家 又生了两个儿子 老大名叫田坟 老二名叫田盛 王叔儿长大后 嫁给金王孙 生有一女 名叫金俗 赃儿平时喜欢找人算命 向氏说他两个女儿应当富贵 赃儿似信非信 刚好赃儿的大女儿回来探亲 一个向氏姚翁路过 赃儿邀请他进家里给两个女儿看相 姚翁见了大女儿 不禁瞠目结舌道 好一个贵人 将来当生天子 母仪天下 又看了看小女儿 说她也是贵人 不过比姐姐稍讯一筹 蔡丕 汉家向氏 所言多应验 想是独得秘传 赃儿听了疑惑不解 心想大女儿的丈夫是一介平民 怎么能生天子而成为国母呢 因此心里还是怀疑 事有错巧 朝廷选取梁家女子入宫 赃儿于是与大女儿秘密商量 想把她送入宫中博取富贵 大女儿王叔儿虽然已有丈夫 但是听着富贵两个字 当然羡慕 也不能顾及明洁 情愿改嫁 赃儿于是托人向金王孙提出离婚 瞎评 这个金王孙虽然是个平头百姓 但名字却起得很富贵 估计是为人作嫁 金王孙哪里肯同意 就辱骂赃儿 赃儿不管她肯不肯 趁着长女回娘家探亲 仍未返回婆家的机会 就把她装扮起来 送交有私 乘车入宫 参加选秀 怀里与长安相聚不过百里 朝发西智 一进宫门 王孙儿就被拨去侍奉太子 太子就是没有即位的景地 刘起壮年好色 喜得娇娃 自然格外高兴 王孙儿又会争宠 朝夕伺候在太子左右 格外巴结 惹得太子色魔缠身 情意缠绵 男欢女爱 轻轻我我 一朵蚕花 居然压倒国乡 不到一年便已怀胎 可惜是弄瓦之喜 未及弄张 菜批 大气需要晚成 瞎注 弄瓦之喜 未及弄张 涉及到两个出自诗经的成语 一个是弄瓦之喜 另一个是弄张之喜 弄就是玩弄 瓦是指古代的陶制纺锤 张是一种玉器 古人生女孩 希望她长大以后精于纺织 就给她一个纺锤把玩 所以生了女孩就称为弄瓦之喜 而生了男孩则希望她长大以后有好的修养德行 因此就给她一个预章来把玩 所以生男孩就称为弄张之喜 蔡东藩先生所说的弄瓦之喜 未及弄张 自然是指只生了女孩 未生男孩 只是当时宫中以称她为王美人 或称王夫人 蔡柱 美人是汉宫妃之称 品级二千弹 这王美人惦记着同胞 又想到自己的妹妹 于是就替妹妹说情 让她也来宫中 瞎平 姐妹俩在一起既不会寂寞 又可以在宫斗中联合作战 太子则认为美人多多益善 来者不惧 就派了东宫的太监拿着财物 去脏儿家聘选小女儿 充当贫墙 瞎注 贫墙为宫中女官 也是天子或诸侯的姬妾 脏儿自从送大女儿入宫后 又和女婿金王孙争执过几次 金王孙毕竟是一介平民 自然不敢和太子打官司争女人 只好和平解决 不再闹腾 瞎平 可惜她不是金三 这次宫里的太监来到家 传话说王美人如何得宠 如何生了一位女孩 更让脏儿满心欢喜 当听说要续聘小女儿时 也乐得唯命是从 于是收了财物 给小女儿改换服装 把她打扮得齐齐整整 跟着宫中的太监出门上车 好不容易到了东宫 姐姐早已等在那里 叮嘱了几句 就把妹妹引荐给太子 太子见她体态轻盈 与姐姐不相上下 自然趁心合意 相得一欢 当夜设宴畅饮 让这一对姐妹花在旁边陪着吃喝 大约喝了十来杯 酒憨兴致 情不自持 王美人知情识趣 立即退下 神女出会高堂 湘王何登乌暇 太子与王尔许行云不语 其乐可知 蔡丕 比姐姐如何 说也奇怪 一点灵犀 透入子宫 竟然怀上龙胎 十个月之后 王尔许生下一个男孩 取名为刘月 就是将来的广川王 虾平 西汉初期有王美人姐妹同嫁一帝 西汉末期又有赵飞燕姐妹共陪一王 历史真的很有趣 姐姐王美人深得太子宠幸 接连怀孕 偏偏是只生女不生男 到了景帝即位这一年 景帝梦见一头红珠从天而降 云雾迷离 直入重方阁中 梦醒后 起来游览重方阁 还觉得有红云环绕 好像一条龙 当时就把术士姚翁召来询问 姚翁称此梦遇事吉祥 陛下必生其难 当为汉家圣主 景帝大喜 过了几天 景帝又梦见神女捧日 授予王美人 王美人把他吞入口中 醒来后将此梦告知王美人 碰巧王美人也梦到红日入怀 正与景帝的梦兆相扶 景帝料想这是贵兆 就让王美人搬到重方阁入住 把革命改为启兰殿 凭着那龙马精神 与王美人昼夜交欢 果然应了祥瑞 等到七夕加七 天上牛女相会 人间临旨成祥 瞎著 牛女指牛郎之女 林指比喻子孙昌盛 王美人终于生了一个儿子 应生出世便是不凡 瞎著 应生指婴儿出生时的啼哭声 景帝曾梦见高祖 叫他生子取名为智 瞎著 这个智就是吕后残害欺负人时起的外号人智的智 就是猪的意思 又因为以前梦见红猪从天而降 于是给王美人的儿子取名为刘智 后来因为用智作为名字 毕竟不雅 于是就改名为刘彻 瞎平 刘彻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汉武帝 王美人生了刘彻以后 竟然不再怀孕了 他妹妹却连生四男 除长子刘岳以外 还有刘继 刘成 刘顺三人 后来全都封王 事且慢表 且说王美人生刘彻时 景帝已有好几个儿子 其中利姬生子最多 相貌也好看 但却是王美人的情敌 景帝本来就爱恋利姬 与他私下定约 等利姬生了儿子 就立为储君 后来利姬连生三子 长子名叫刘荣 次子名叫刘德 小儿子名叫刘厄 刘德以封为和坚王 刘厄也被封为临江王 蔡柱见五十三回 只有刘荣未被封王 明摆着是为了将来立出起见 偏偏遇到王家姐妹相继入宫 与利姬争宠斗艳 害得利姬非常愤恨 王美人生下刘厕时 有许多锐照相应 立姬恐怕皇上立刘厕为太子 反而让自己的儿子失去王储的地位 所以格外羡媚 力求景帝兑现以前的许诺 景帝既想立刘荣 又想立刘厕 拖延了两三年 犹豫不决 后来禁不住立姬催促 序道不休 况且舍长立幼 也觉得不合情理 因此决定立刘荣为太子 只封刘厕为交东王 蔡柱见前回 管桃长公主刘飘是景帝的亲姐姐 瞎著前文中提到的多次帮助邓通的就是这位长公主 长公主不光是一种头衔 而且也有辈分的成分 一般来讲 皇帝的女儿只是公主 而皇帝的姐妹则可以是长公主 如果是皇帝的姑姑一辈 那就可以被封为大长公主了 刘飘嫁给唐义侯陈武为妻 生了一个女儿 方名叫做阿娇 长公主想把阿娇许配给太子 派人向立即示意 瞎著 长公主刘飘是当时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 她既是窦太后的长女 又是景帝的大姐 但即使有通天的能耐 刘飘也要考虑到权势的可持续性 这就必须寻找新的靠山 最好的新靠山自然是太子了 因为太子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希望寄托在太子身上 所以刘飘希望能与丽姬联姻 以巩固自己的权势 长公主原来以为辈分相当 可以一说便成 一拍即合 没了到丽姬不愿意联姻 竟然回绝了长公主 原来长公主出入宫围 与景帝是同胞姐弟 关系非同一般 所以后宫许多姬妾都奉承长公主 求她向皇上推荐自己 长公主不忍心推却 免不得代为见影 菜批乐得做人情 但丽姬是个大簇钢 听说长公主时常为景帝尽献美人 觉得这相当于让那些美女跟自己争宠 直接威胁到自己的地位 因此心里愤愤不平 所以长公主有意将女儿取配给太子时 丽姬便不顾情义 心想我儿子是太子 我怕谁 于是就一口谢绝 虾平 丽姬心胸狭窄 没有政治眼光 试想 即使没有长公主 一定还会有别人给景帝输送美女 天子的笼床上还会缺少美人 长公主恼羞成怒 于是就和丽姬结下冤仇 菜批都是妇人意见 虾平 长公主刘飘此时一定会这样想 活人还能叫尿憋死 既然太子不能成为自己的依靠 那就让自己能够依靠的人成为太子吧 这就是有条件要上 没有条件 创造条件也要上 王美人却趁此机会联络长公主 努力巴结 二人相遇 往往整日续谈 无话不说 长公主说起给女儿定亲的事情 还是有些怨恨 王美人心中暗暗高兴 嘴上却说自己没有福气 娶不到这样的好媳妇 长公主立即表示 愿将爱女阿娇许配给刘彻 王美人巴不得长公主这样说 只是口中还谦虚的说 刘彻不是太子 配不上阿娇 高攀不起 菜批 予以反击 才情远过利姬 虾平情商太高 长公主边笑边恨恨的说 费力乃是常事 祸福难料 利姬以为她儿子被立为储君 自己将来一定会成为皇太后 铁板钉钉 哪知还有我在 管叫她儿子当不成储君 王美人听长公主这样说 盲接口道 立储君是国家大事 应该一成不变 请长公主不要多心 菜批 再即一句更恶 长公主愤然道 她既然不识抬举 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王美人暗暗欢喜 就与长公主定立婚约 长公主方才辞去 王美人与景帝说起长公主的美意 愿结儿女殷亲 景帝认为刘彻年龄太小 与阿娇相差好几岁 似乎不太合适 所以不肯马上答应 王美人转喜为忧 又将此事向长公主说明 长公主索性带着女儿阿娇一同入宫 恰逢焦东王刘彻站在母亲旁边 蔡柱 汉时分封诸王 年幼者多未救国 故刘彻尚在宫中 长公主顺手把刘彻抱在腿上 抚摸着她的头 开玩笑的问道 你愿意娶媳妇吗 刘彻生性聪明 对着长公主发笑 但不开口 长公主跪指着几个宫女问她是否能看上 刘彻一一摇头拒绝 长公主又指着自己的女儿说 阿娇好吗 刘彻笑道 如果能娶阿娇为媳妇 我就要造一座很大的黄金屋让她住 菜坯 小儿生就老脸皮 虾平 成语金屋藏焦就是出自这个故事 其中的焦就是指阿娇 这个成语是指给自己宠爱的女子提供优厚的生活 后来借指男人纳妾 而在新潮 金屋藏焦往往是指官商包二奶 长公主不由的大笑起来 往美人也笑逐言开 长公主于是抱着刘彻去见景帝 笑着把刘彻的话叙述一番 景帝当面问刘彻 刘彻自认不讳 景帝想她小小年纪 但只喜欢阿娇一人 应当是前生注定的姻缘 不如干脆允许了 成就儿女终身大事 于是认定婚约 皆大欢喜 从此 长公主与王美人做了亲家母 感情更深了 两条心合作一条心 一个想报仇 一个想夺太子之位 都要把利姬母子除去 长公主每天在景帝面前说利姬的坏话 而称赞王夫人的美德 景帝自己也觉得王美人贤惠 又有从前梦日入怀的祥瑞福照 对是否应改立太子和皇后的事犹豫未定 丽姬也略有所闻 只是指望自己做了皇后就不怕他们了 几年来 费尽心机才把伯皇后挤落台下 正想自己登台 哪知长公主和王美人从旁摆布 不让她如愿 这也是因果报应 弄巧反捉呢 景帝刚要立利姬为后 急得长公主连忙进禅言 诬称利姬重信邪术 诅咒嫔妃 说利姬与各位夫人聚会时 经常叫侍者在他们背后沾口水作咒 试用邪魅的妖术 度量如此狭窄 她如果成为皇后 恐怕又要看见人质的惨祸了 景帝听到人质二字 不免有了想法 于是走到利姬宫内 试探说 我百年之后 后宫里的姬妾都已生子 你要善待他们 千万不要忘记 一面说 一面看着利姬的表情 只见利姬的脸色一会儿紫 一会儿青 半赏不说一句话 蔡丕 一味嫉妒 全无才能 怎能避免被人排挤 等了很久 利姬仍然不说话 甚至将脸转过去 景帝忍耐不住 起身便走 刚出宫门 就听到里面有哭骂声传来 以约听到有老狗二字 景帝本想回身责问 转念一想 这样做可能突费口舌 反而有失尊严 只好忍气离去 从此以后 便对立即心生怨恨 不愿策立她为皇后 长公主又天天来侦查 或者与景帝谈心 总是说焦东王如何聪明孝顺 景帝也赞同 并且记起以前的孟兆 多主吉祥 心想如果把刘彻立为太子 必能继承大统 此念一起 太子刘荣的地位就动摇了 再加上王美人格外谦和 玉满六宫 景帝更加觉得利姬母子相行见处了 光阴四见 转眼又是一年 大行官忽然前来奏请 说是子依母贵 母依子贵 如今太子的母亲还没有位号 应立即把利姬策立为皇后 瞎注大行官为理官 景帝听完 不禁大怒 这种事是该你说的吗 说完 就命人将大行官论罪 拘押在狱中 并废掉太子刘荣 贬为临江王 调侯周亚夫为姬侯窦英先后见祖 景帝均不听从 窦英仪气之下 托辞有病 辞官回去了 周亚夫仍然在朝 不久 丞相淘卿病重被免职 景帝就令周亚夫代理丞相一职 看官听说 景帝之所以果断的废除太子 是怀疑大行官上奏之事是立即暗中主使 因此动怒 其实主使者根本不是立即 而是欲夺太子之位的王美人 王美人得知景帝怨恨立即 特意嘱咐大行官请求策立立即为皇后 这是反击计 果然景帝一怒立即废太子 只是大行官为此下狱 罔受了几十天苦难 后来王美人替大行官说情 大行官才被释放出来 总算侥幸免刑 立即从此失宠 不能再见景帝一面 身功忌忌 长夜漫漫 教他如何不愤 如何不病 不久又来了一道催命符 顿时将立即方魂送入明府 看官不必细猜 就可知这道催命符便是皇上立刘彻为太子 王美人为皇后 自太子刘荣被废 到焦东王刘彻被立为太子 中间有两个多月 这段时间也发生了一些事情 几乎把长公主和王美人的密谋打断 多亏王室母子命里多福 任凭他人如何觊觎 究竟不为所夺 这个基于王储地位的人 就是景帝的胞弟梁王刘武 梁王刘武上次入朝 景帝曾有将来传位给他的戏言 被窦英从旁建祖 梁王扫兴回到梁帝 蔡柱建五十三回 后来平定七国叛乱 梁王刘武固守有功 被赐予天子使用的旌旗 有成千上万的车马随行 出入都要清道戒严 开拓国都隧阳城约七十里 建筑东院方圆三百多里 召集四方宾客 如齐人杨胜 公孙鬼 邹阳 无人眉胜 炎记 蜀人司马香儒等 这些人陆续聚集梁国都城 试宴东院 称圣一时 瞎住 这些人都是当时的名流 梁王也算是个文艺青年 公孙鬼 诡计多端 蔡柏 不愧大名 他常为梁王谋划地位 梁王对他倍加宠信 任命他为中尉 立太子被废时 梁王似乎预先听到了风声 于是提前入朝 靖官内变 果然没过多久 皇上策立了新的储君 梁王觐见窦太后 婉言请求 想让太后替他做主 定一条兄长传位给弟弟的新约 太后怜爱小儿子 自然乐于听从 于是召来景帝 再开家宴 久过数巡 太后对景帝说 我已经老了 还能在世上活几年呢 百年之后我就把梁王托付给你这个当哥哥的了 景帝听太后这样说 慌忙下跪道 谨遵母命 太后非常欢喜 就命景帝起来 接着畅饮 直至三人都醉了 才霸习而散 景帝酒醒后 暗想太后说的话好像具有深意 难道是因为我废弃太子 想让梁王接替不成 于是召入群臣 与他们密议太后的意思 太常袁岸首先答道 陈料想太后是想立梁王为储君 但陈认为不能这么做 景帝问他不能这样做的理由 袁岸回答道 陛下没有听说过宋宣公的故事吗 蔡柱 宋宣公见春秋时代 宋宣公不传位给儿子商工 而是传位给弟弟木工 因此产生了霍乱 并且持续了五代人 小不忍必乱大谋 所以春秋赞成大义为主宰 自古以来 地位传子不传地 就是为了避免霍乱 说到这句话时 群臣齐声赞成 景帝也点头称事 于是就把袁岸的话转告给太后 太后虽然不高兴 但也无辞可薄 只好作罢 梁王刘武见自己的计谋没有得逞 非常懊恼 又上书请求说 希望赐给我能容得下车辆通过的地方 由梁国直达太后居住的常乐宫 我自己派梁国的士兵修筑一条永道 彼此相连通 可以随时通车 以便朝见太后 这事又是一大奇异 自古喊闻 虾平 古有郑庄公绝地建母 尽有梁孝王地上建母 专用通道 景帝将梁王的奏章颁示给群臣 袁岸又首先反对 极力驳斥 景帝依照群臣的意思拒绝梁王 并让梁王赶快回国 梁王听说两计都是被袁岸打消 恨不得亲手将袁岸杀死 只因有赵潜规 不便再留 才样样回国去了 景帝于是立王美人为皇后 焦东王刘彻为皇太子 一个再嫁的民妇 居然得以入主中宫 若非扶命生成 怎有这番性欲 可见姚翁所言 确实很准 王美人的妹妹王尔许 竟升为夫人 瞎注 夫人也是嫔妃中的一个等级 所生长子刘岳与次子刘继 已经七岁 很受景帝喜爱 打算都被封王 到了景帝改元的第二年 蔡柱 景帝三次改元 第一次共计七年 第二次共计六年 第三次共计三年 史称第二次为中元年 最后一次为后元年 景帝封刘岳为广川王 刘继为焦东王 还有刘成刘顺两个幼子 后来分别被封为清河王和常山王 可惜王尔许寿命短 不如他姐姐长寿 但也算是一个富贵命了 话修续凡 太子刘绒既失去储君之位 又丧失生母 只好辞行前去封地江陵任职 江陵就是临江国都 本来是立基的小儿子刘厄的封地 当时刘厄已经夭折 刚好刘绒被废 所以景帝就将临江封给刘绒 刘绒到任刚过一年多 由于嫌王宫不够宽敞 就想扩建宫殿 可是宫外没有空地 只有太宗文皇帝庙宇与王宫临近 还有些空地可以盖房 刘绒也没多想后果 就让人占了一部分宗庙禁地 霞平此事做得不高明 犯了朝措犯过的错误 偏偏此事被人告发 说他侵占宗庙之地 蔡丕无非落井下石 景帝于是命刘绒进京 他不得不去 刘绒登车上路时 忽然听到哗啦一声 车轴无故断裂 不由地吃了一惊 只好改成其他车 江陵父老因为刘绒在这儿治理了一年多 人厚爱民 所以多来相送 当他们看到刘绒的车轴断裂时 料之此去不祥 都痛哭流涕的悲叹 我王恐怕不会再回来了 刘绒别了江陵百姓 来到京城 没多久便有圣旨传出 令刘绒到中尉那里听审 真是渊渊相凑 竟让他碰着了中尉蜘蛛 此人是个有名的酷吏 绰号苍蝇 朝臣多半都怕他 只有景帝说他不必权贵 对他为以重任 这大约是臭味相投 别有赏心呢 菜批 剧中有刺 原先宫中有一个甲鸡 色意颇忧 也深得主上宠爱 景帝常带他童游上林院 赏玩多时 甲鸡想要小便 自己去厕所 突然有一头野猪从树栏窜出 向厕所闯入 景帝看到后 不由的召集起来 担心甲鸡受伤 急忙要派人前去营救 智都当时担任中廊将 试驾在旁 见景帝环顾左右 面色仓皇 却故意把头捶下 装着没看见 景帝急不狭则 竟拔出配件 要亲自去抢救 智都偏偏赶上前几步 拦住景帝 跪地启奏道 陛下失去一个机械 又会有另一个机械进宫 天下难道缺少美人吗 陛下纵然不爱惜自己 愿意亲自冒险 又如何对得起宗庙和太后呢 为什么要为一个女人不顾轻重呢 景帝于是就停下来了 不久野猪退出 甲鸡也从厕所出来 幸亏没有受伤 有景帝带着他登车 一同还供 刚好有人把智都建祖仪式报告给太后 太后嘉奖他懂得大义 赏赐他黄金一百金 景帝也以智都忠诚为由 加赐百金 后来智都受到朝廷的重用 菜批 也亏甲鸡不加妒忌才得后赐 不久 济南有一闲氏大族 大约三百多家 横行城中 有私不敢过问 景帝听说后 特命智都为济南郡太守 令他前去治理 智都一到济南 立即派兵前去抓人 抓获闲氏首恶庶人 斩首示众 其他人都吓得发抖 不敢为非作歹 大约过了一年 道不时宜 济南大志 连邻郡都怕他的声威 景帝于是赵智都到京城担任中尉 智都为人高傲 哪怕见了丞相周亚夫 也只是作医而已 周亚夫也不和他计较 等邻江王刘荣奉旨来到 智都更想借此耍耍威风 装起一张黑铁面孔 好似阎罗王一般 刘荣毕竟是一个少年 没有经过这样的场面 见智都这副面孔 吓得魂飞魄散 又想到母死帝王 失去父爱 觉得再活着也没去 不如留下遗书 谢罪自杀了事 主意已定 刘荣就问旁边的府立借纸笔一用 哪知又被智都贺令阻止 并且命令牙役把刘荣带回狱中 魏姬侯窦英听说这件事后 取来纸笔给刘荣 刘荣写了一封绝命书 托狱立转达景帝 然后悬梁自尽 蔡丕 确实可怜 玉立报告智都 智都并不惊慌 只取来刘荣的遗书呈给景帝 景帝看完后也没有多大悲哀 只命人将刘荣用网礼安葬 赐予他嗜好为敏 刘荣出葬蓝田时 竟有许多燕子替他咸泥放在坟上 路人们看见后 无不惊叹 都为临江王呼冤 小子有诗探道 入都拼把一身捐 玉碎和心望瓦泉 抵氏苍蝇心态狠 何如燕子上之连 瞎注 玉碎和心望瓦泉是成语 宁为玉碎不为瓦泉的另一种表达形式 抵氏指和氏 苍蝇指酷立智都 此人也叫智都英 窦英听说后也代为不平 便将此事禀报太后 预知太后是否加连 待下回详细说明 蔡后平 伯皇后为立姬所排 无辜备废 而王美人又似立姬之后 并立太子而除去之 天道好还 为何报应之巧言 独怪景帝为守成令主 乃为二三妇人所拨弄 无故废后 视为不义 无端废子 视为不辞 且王美人为在驾之父 明节已失 也不宜正位中宫 为天下母 君依过多矣 况智在智三乎 太子刘荣既降为临江王 欲求免货 务在小心 旧有王公 居之可也 必欲招公增助 置有亲籍宗庙之贤 未免自招祸患 但朝措川庙墙而由得无辜 临江王亲庙地而极致加罪 谁使苍蝇迫之于死地 为其非冤 不可得也 服有立太子之冤死 亦足见井地之忍心 苏颖斌为其既克少恩 起过悔灾 瞎注 苏颖斌是苏氏的弟弟苏哲 他晚年定居颖川 号颖斌已老